利用假日清除兒童節 慈濟東方慈濟小學除了老師 還有100位同學來參與 8年前慈濟協助原建學校 順利完成啟用 從此每一年的兒童節 都有志工的陪伴 設計團康遊戲也發放文具用品 今年活動場地 運動場還多了屋頂 這是去年兒童節時舉辦義賣活動 所籌募到的建設費用 現在遮風又遮陽 小朋友玩得很開心 能夠靠自己的力量 讓學校的環境更好 他們的未來也更加有希望 大安新聞知識美志工 吳慈田瓜丁馬拉報導